現在房企地企都是你的名字 你捏著這些把柄是要圖什麼 自然是要圖王爺的人了 我都快要回封地了 你就一點都不擔心了 咱們還可以紅顏傳書嗎 沒心沒肺 王爺 非營小隊來報 市面上的留言 都是泛夫走族的口口相傳 或是寒門子弟的口註筆伐 這文章言辭犀利一針見血 確實是寫得不爛 這文章十有八九 是出自沈金虹之手 而且 我之前親眼見過 沈金虹模仿別人的筆記 這麼一想 那假意照上的內容 芭城也是出自他手 王爺 他真的在為柔家公主做事 這一切 也都是在意料之中吧 柔家公主在百姓之中 想要神女的美名 而沈金虹在寒門學子中 又頗有威望 他們這配合 倒真是默契無間啊 附下沈金虹這顆暗器 柔家還真是高明 王爺 他們這是在逼你離開定境 行啦 朕都知道了 陛下 陳今日 在坊間 聽到一些 關於帝王殿下的傳言 說帝王殿下 月祖代報 不肯放全 月祖代報 不肯放全 秦王成年後必須離京就藩 烏照不得回到定京城 可 定王殿下 卻長期逗留在京城 十年了 從未回到蜀地 恐怕 有為祖訓吧 孫大人言之有理 先帝仁子 任由定王殿下 長留京中 可如今陛下已登基 定王殿下 知高權重 不免有肯正之嫌 為了避嫌 便該自請回蜂帝才是 關於定王的傳言頗多 朕也有所耳聞 月祖代袍 不肯放全 這些話 先帝那個時候 你們就一直在說 說了十年 你們不累 朕的耳朕都快起茧了 朕勸你們把你們那些小心思 都收手 當朕是瞎子不成 先帝在位時 皇叔便受人於危難之際 深戰沙城 屢見奇功 如今 朕府登基 皇叔不顧病替 重返朝堂 鞠躬尽瘁 如此忠臣良將 何以加資 門下赤峰定王劉衍為 義正王 特許御前四座 持劍上殿 致可 臣 謝陛下樓恩 臣 外面紛爭不斷 你我卻還能在此 喝酒觀星 真是難得 這樣平平淡淡的日子 不是最好嗎 這樣平平淡淡的日子 就像那時候 我們在小毛屋的那段時間一樣 每日睜眼 就可以和草木竹林為伴 乾乾淨淨的 朝隱木蘭之坠陸西 西餐秋菊之落映 你如此懷念以前小毛屋的日子 是不是想放棄師徒了 那段在小毛屋的日子 更讓我明白了 肩上的責任之重 我不但不會放棄師徒 相反 我想要通過自己的力量 讓南臣的百姓 未來的日子 都變得清明祥和 安居樂業 是 王爺所判的 不也是如此嗎 你那日還教我好好保重身體 現在看來 這是賊喊捉賊 如今我這個當大夫的 可得要好好看著你 這些舊證 你倒還記得清楚 那是賊喊 我本身也不是大肚之人 時不時的都要拿出來量一量 也好讓你知道 我可是有你把柄的人 現在 房器地器 都是你的名字 你捏著這些把柄 是要塗什麼 自然是要塗 王爺的人了 不過王爺 今日你在朝堂上 這個良環劑 用得還真不錯 但憑那幾封沒什麼用的信 就把周家跟孫家的人 搞得團團轉 也因此 引出了恩應支的弊端 沈兄果然當朝就提出了 要廢除恩應支 可他的想法 實在太過寂靜了 他想快刀斬亂麻 可是世家 哪裡是麻繩啊 那是隨時會反撲的毒蛇 他的路子 自是不行 我們要徐徐徒之 於無形中 剷除世家這塊毒瘤 正好